光影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一手手动人的旋律 伴随几代人的成长 他们获奖无数 却始终低调谦逊 心情耕耘 歌唱道路上永保智热初心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归历人生 带您去感受歌唱家们的 无限的内容 生活中的点滴积累 给了程芳源无穷的灵感 使他演唱的许多歌曲 都受到了业内人士 及观众的认可 无论是民谣还是爵士 华语经典还是外部歌曲 他都能演绎得恰到好处 程芳源的身上有许多标签 却存不被束缚 在歌唱的道路上 他不断地勇于突破自我 在生活中拒绝妥协 这细雨洒落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我不仅抬起头看着你 而你并不露痕迹 虽然不言无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 明亮又美丽 啊 有情天地 我们心欢喜 我们心欢喜 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 明亮又美丽 有情天地 我们心欢喜 程芳源十六岁时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学习二胡 成绩优异的他毕业后 陆续通过了多家文艺团体的考试 出于对民族音乐的热爱 他最终进入了中央乐团 上世纪八十年代 港台音乐开始进入大陆 对新鲜事物 充满好奇心的程芳源 很快便对流行音乐产生了兴趣 他开始走上舞台演唱歌曲 除了乐手之外 他又有了一个歌手的新身份 黑板上楼市的粉笔 还在拼音支支嘎嘎写歌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里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好奇 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 折磨孤单的童年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 一片片绿油烟雾的岛田 水彩蜡笔和文化桶 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纪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天 总是要等到睡觉以前 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缘 一寸光一寸金 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银 每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美蜜乎乎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长大的童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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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商案 也不需要深思熟虑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年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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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孤独的手放起来会游荡 唯有从街上还可以听到 孤独的手放起来会游荡 琴声飘忽向脚外的麦田 一会儿又回到大门旁边 仿佛整夜它把谁在寻找 但它始终也没能找到 仿佛整夜它把谁在寻找 但它始终也没能找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心上人就在你周围 但它不知道你在找谁 为何整夜你孤独的徘徊 叫的姑娘们不能安睡 为何整夜你孤独的徘徊 叫的姑娘们不能安睡 阿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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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东方歌舞团后 程芳源被分配演唱 拉丁美洲歌曲 为了更贴近 拉美音乐的表演风格 他开始学习吉他 自弹自唱的表演形式 一下子吸引了 许多观众的目光 从此吉他成为了 程芳源生命中 一个重要的音乐符号 1994年 在国内还没有 个人演唱会概念的时候 程芳源便成功举办了 蓝色风琴个人演唱会 他摆遍的造型 与动听的歌声 令现场的无数歌迷 如痴如醉 程芳源也迎来了 自己歌唱事业的 高峰时刻 在海的这边 天空和岸 希望它能给我温暖 只是夜晚 没人陪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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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